开端,作为一部群像剧,里面有很多吸引人的角色 在45路公交车上,除了救世者男女主外 有穷苦却善良的农民工大叔 有正义感的短视频主播 有想念孩子的瓜农 有戴着耳机爱管闲适的鸡肉男 有爱猫使者卢迪 这些人都是平凡的普通人 但揭开每个人背后的故事后 都让这些人物变得鲜活起来 车外还有想尽办法解救这一车人的警察 警察和乘客组成了这部电视剧的人物 警察作为正义的一方 刘义军饰演的老警察张成 成熟干练,头脑清晰,逻辑能力强 让人非常信服 但是刘涛的角色一出来 假头套十分让人出戏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旁边同样一个女警官 短发,看着就很自然服贴 刘涛的假头套 高高圆圆的饱满的头真的 太让人出戏了 除了造型令人出戏外 刘涛的演技也备受争议 确实作为一个副局长 气场太弱 仅靠皱眉无法表现严肃强势的劲 好在刘涛在剧里 只是一个打酱油的角色 作为警察方面关键的戏 镜头和台词都属于张警官 杜局大多数镜头 就是盯着计算机屏幕的镜头 主要台词就是要剪 不过网络上这些议论 让没看拒的还以为 刘涛是主要角色呢 相比刘涛 同样是配角的小警察江峰 身为老刑警张城的徒弟 却一点也没学到张警官的稳重 前四集剧情里 江峰身为一个警察 不但暴躁还有共 关键是戏份还不少 这角色似乎比刘涛还令人反感 角色令观众反感到什么程度呢 反感到连江峰的扮演者 李感都发文自嘲 李感微博中所带的视频内容 正是观众对于江峰这个角色的疯狂吐槽 视频里网友手指着江峰破口大骂 江峰这个角色惹观众讨厌的原因 可能有如下这几个 一对男女主角的态度不好 对只是嫌疑人的男女主审讯 江峰就像吃了枪药一样 大放厥词 语气像审犯人一样 江峰的脾气是极了点 但可以理解 但是观众都是上帝视角 看剧时大多数都是 站在男女主的视角上看的 对主角不好的角色 大多都得不到观众的喜爱 但带入他这个角色设想一下 刚被炸死一车人 抓到两个有嫌疑的人 然后他们说进入循环了无限复活 这么天方夜谭的理由 哥其他人估计也不会态度好吧 但在审问肖鹤云和李诗情的时候 除了态度不好外 还有更严重的问题在 二 先入为主的主观想法 第一集中江峰看见肖鹤云和李诗情提前下车 就和师父张成说他们两个有问题 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就怀疑他们是凶手 这种先入为主的主观想法 很是令人反感 俗话说办案讲究的就是一个证据 可江峰丝毫不讲究 从他的提问方式就可看出 医院里对李诗情问话时 咄咄逼人的架势 在警局里对李诗情与肖鹤云的诱贡 不就是按着自己心中的想要的方向 和结果去提问的吗 一直搞人心态 那最后跟驱打成招有什么区别 三游泳无谋 审讯右供 可以说不适合做审讯工作 但办案游泳无谋 真就不适合干刑警了 又一次循环中 终于拦下了那辆有炸弹的公交车 江峰带人上车搜查 看到刮农脚下的麻袋里圆圆的西瓜 误以为炸弹 直接冲上去抓刮农的时候 凶手引爆了炸弹 这举动太鲁莽了 首先 刮农不是凶手 就算刮农是凶手 就这么冲上去 其次 刮农是凶手 也完全可以再看到 江峰冲他跑的第一步 就可以直接引爆 江峰的行为太过于冲动 有勇无谋的记事感 可以说这一回合 循环中江峰亲手 把自己和全车人送走了 张成就是因为 江峰的鲁莽冲动 才导致右手落下病根 连瓶盖都拧不了 结果这次还是不长记性 就像杜菊说的那样 老张真是把你惯坏了 人确实都有人性缺点 但作为一名警察 这个缺点是致命的 曾经因为鲁莽的性格 已经使师父落下病根了 再怎么样也该长点记性 长点心 哪怕是站在江峰的视角 还是觉得他有勇无谋 鲁莽冲动 好在编剧有自知之明 第三集借杜菊之口批评了他 说明距离警方内部 也是不赞同他的工作方式的 目前的江峰 就是作为一种人设存在 但塑造的还是不够丰满 可以看看编剧后面 会怎么圆回这个角色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